妖孽 今日叫你知道 我密宗降魔术的厉害 贫僧法很真意 今后 当初贫僧是父亲自来 如今自然也是奉陪到底 恶弥陀 为我所用吧 贫僧的试鬼追技术 从不失手 八方尽致 休德犯我 一念灭 一念破 就交给平僧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熊王的频道 请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住追踪我的IGFB 推取BB点还有Discord 好 在今天 9月26号 天津杰优神在领公告了 增印的技能的部分 那不出意外 他真的是雷属 不过他是铁卫 他是铁卫 OK 现在呢 这是夏宇美超三官员 加上增印都是铁卫 好 不过增印的技能部分 看起来 比古伦德还要不错 我个人觉得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天赋的部分吧 好 天赋的部分 金轮法天 金轮法天这四个字在神魔单机版里面 并没有出现过 好 那两个内 两个内 每存在一名友方 免伤跟暴击伤害 减免提高3-5% 最多就是提高速% 然后 可以带可以向你一格内的友方承受 所有攻击 就是帮他护卫 那你使用绝学之后呢 只要使用绝学 互卫提高两格 好 持续两个回合 那你使用非伤害的绝学呢 行动结束的时候 会以自身为阵眼 然后开启 两个的范围法阵 叫回灵界 那这个回灵界在他的范围内的空格呢 会随机产生一致两个的回灵阵式 持续一个回合 好 然后另外一个是使用伤害绝学的时候呢 行动结束时 以被选取目标为阵眼 也就是说你攻击你的那个敌人的阵眼 的那个位置开始 呃 施放那个结界 那个法阵 叫炫 叫炫灭症 那这个炫灭症呢 会也一样会在范围内的空格 随机生成 一致两个的炫灭症式 持续一个回合 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 回灵界的buff是什么 法阵内的友方免疫属性降低 累的有害状态 OK 另外一个是回灵阵式 在友方落位时触发 那对回灵界内的所有友方 随 呃 所有友方施加一个随机的buff 也就是说 你的真印 用了非伤害绝学 开启这个结界 呃这个 对一个结界 范围内会生成一个 一个东西 啊这个东西 你踩上去之后 在里面的人 哦 都会得到一个buff 这样可以哦 好 OK那那个 续面剑呢 是法阵内的敌方 无法获得有益状态 其实这还不错 那 续面阵式呢 在友方落位时触发 那对续面剑内的阵眼外 在其他地方造成一次固定的伤害 那最大气血是20% 那会发生这个 结界内的劳动 OK 哦 很复杂 这个就是到时候 有拿到真印的时候呢 在实际玩过一次 大家会比较清楚 不过简单一直是这样 那回灵界的话 我觉得还不错啊 就是你只要查在那个地方 是那个结界内的人 都会有buff 就跟那个领取的 子松林子很像 不过子松林子 只限在踩到那个人的身上 才有buff 好 OK 我们期待的四鬼召唤终于来了 那之前在单机版的时候呢 四鬼召唤就是一个 单纯是减薄物 但是你也不会拿到去减薄物 因为领取会取代四鬼 那四鬼又不强 在单机版里又不强 所以它单纯就是一个 不知道用来干嘛的一个召唤物 对 好 那在四鬼当中呢 原本的真印的NP 在剧情的NP7的真印呢 它的四鬼召唤是一个刚破鬼 不过 在真印真的出出来之后 它真的做了一模一样的四鬼啊 这次的四鬼就是跟单机版 长得比较像了 好 那这个四鬼是有 技能的部分 我们待会再看一下它的技能部分 不过真印的 有一招是四鬼召唤 那这个四鬼呢 可以继承自身的140%的物攻属性 其他属性继承80% 好 那四鬼最多只能存在一字 它这边没有写CD几回合了 好 不过这个四鬼是御风 再来它的绝学金刚法轮 金刚法轮 对方文内的所有敌人造成一倍的伤害 并施加乱神2 其实还不错 还有乱神2的状态 持续两个回合 对暗西跟冰蟹尔外施加压制的buff 压制是无法进行反击或先攻 也就是说 这一个呢 我们刚才在看PV的介绍的时候 它是可以压制boss的 就是创命 的那个鬼boss 鬼 鬼boss王 如果可以的话 不过因为 它是算说可以压制 不过应该是 应该是可以无视 那个遮天pd的效果 应该是可以 不过还是要试试看 不过看那个PV动画 看起来是可以 好 这个还不错 你打boss的时候多赞 这一点就是我觉得 它赢古人者的地方 好 再来 不过啊 先说啊 它只有暗跟冰 其他没有 它不是全属性 好 鬼神面破 我们终于看到鬼神面破了 好 怀念的找死 好 对方怀念的所有敌人之后 0.5倍的伤害 其实不强了 那开启这个面破空间 只需一个回合 那命中两个 以及 以上的 两个以上的敌方 持续时间延长一回合 那这个空间是自身两个范围内 有方主动发起对战 则优先攻击的时候呢 对战中伤害提高10% 这有点斜攻的概念啊 那攻击者气血不满 的话呢 额外提高15% 哎还蛮多了 15%还蛮多了 OK 再来 无方变换 OK 在当天版当中 无方变换是隐形啊 好 那主动使用的时候呢 它有分被动和主动 主动使用的时候 是根据目标的属性 位置自身是加炎凯 双蕾光暗凯其中一种 也就是说你对 怡忧 施加这个无方变化 你自己身上会多加一个暗凯 的buff 那 它的被动是两个内有其他有方角色的时候 免伤加10% OK 毕竟是所有嘛 它不可能真的用隐形 然后你打不到它 也是可以啦 就是 有点像西哥那样子 不过它这边改成就是免伤的部分 也不错 因为它符合它的铁位的角色啦 好 再来是 零 零 这个是 噢 试鬼的招式哦 试鬼的招式的 天赋是零 体意识 那 你在主动 首次主动攻击或使用绝学之前呢 你不会被敌方单位选中 就是你不会被打啦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 你当纯只想要解任务 解成就或是拿宝箱 你直接派试鬼赶快走过去 你不要攻击 欸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这次 算是 大 大侵儒跟 真硬啊 我觉得真硬是大侵欸 不然这一个我就很值得抽了 呵呵呵呵呵 我啦 我就我我我我我会因为这个原因去抽他 好 然后再绝学追踪哦 他是无视护卫攻击战跟目标1.4倍 那战后可以或者再移动两个 好另外一个TIS 跟所选的友方进行位置互换 OK他是友方都可以哦 然后 转换目标身上的 所有的有害状态到自身 OK 因为那也是剑魂啦 不过剑魂只能跟那个 剑圣互换位置 好再来是侦查被动哦 处于友方的魂巾的时候呢 范围免伤提高20% 处于友方的 炫面剑内时暴击率提高30% 好再来是结界的部分 三声通知症 那三声通知症呢 他正要搭配两个拥有阵法的 阵眼的英灵才能用这个 那个阵法 还蛮特别的 那他额外的效果是两个内有其他友方角色的时候呢 伤害绝学提升10% 好 其实还不错耶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那绝学组合部分大家参考就好了 那我觉得试鬼参画 你再打那个十字系 然后解引那个成就拿宝箱 或是竹线巨型拿宝箱 我觉得蛮适合的 当然你说打PVP是不是适合 好像也蛮适合的 OK 好 那魂蛇推进的部分就是旁野跟走石兵 好那不知道大家对这次的争议的技能 蛮不满意呢 不过我对于他是铁卫这件事情还是有点介意 怎么会都是铁卫 太多铁卫了吧 神魔之争断单机版的角色 善光远仙远超跟真心都是铁卫 很多只铁卫 天啊 好啦 不过真心都很出了还是有点欣慰 不过希望他的属性会好一点 然后真的是非常好用的一只角色 那我们就期待他正式上线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吧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或是想跟大师一起讨论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 好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啊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住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VD 还有几次call 大家晚安 拜拜